春天来了,白天的时间会延长了很多,夜晚的时间就会缩短 按照传统的养生理论,我们也应该顺应这种昼夜的变动规律 适度的减少睡眠,增加活动的时间 这也是中医上所讲的夜卧早起,也就是咱们晚睡早起 中医认为,人体阳气的生发和避藏的状态是与这个睡眠是密切相关的 当我们清醒的时候,阳气行于表,行于外 当我们入睡的时候,阳气就行于内,行于脏 睡眠过多容易使人体的阳气预制体内不利于春夏养阳 因此,要想使人体的阳气像自然界的阳气一样能够生发,都要减少睡眠时间 同时呢,要适当的加强锻炼 当然,虽然春季应当晚睡早起,但早起也不要在五点前就起床 而晚睡则不要晚于晚上的十二点 否则对人体的健康也是同样的不利的 好